耶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Kevin 這個OPPO重新進軍台灣了 我們很開心 去年的10月份我也去德國試車 然後終於他們的這些展示中心 陸續陸續開幕了 今天我來到了台南永康區的 一個最新的OPPO的showroom 帶大家來出息一下 我也是有備而來喔 你看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這個背心喔 羽絨背心很暖滑 這是我上次在德國 參加試車活動去他們的那個 精品部的倉庫裡面搜出來 台灣沒幾件喔 被我撈了一件回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到趕快來參觀一下 這個外觀黑底的 相當的帥氣 我們今天先進去參觀吧 哈囉 羅哥 嗨 你好 我是今天的銷售顧問 我叫遠遠 哦 遠遠 你好 你好 哇 你們的旗艦點已經開幕了 這裡好漂亮喔 對啊 這很特殊的設計耶 這個好鮮黃的顏色 你看跟我一樣 對 跟你的背心是一樣的顏色 那它的話呢 它是有就是經過一個角度的 對啊 我就想說 為什麼它這樣啪很斜的 這個很不一般耶 右手邊的話它是設計67度 67度 左手邊是23度 哦哦哦哦 所以67加23加90度 對 加上直角 沒錯 這個我喜歡 哇 我們的閃電風鏡 閃電風鏡 這個就跟這個車子的原則 這借我帶一下 好 你看 有沒有很帥 很帥氣 我們這次試車就很強調 這Visor對不對 對 Visor閃電風鏡 這就跟它這個車子 跟我們的車頭是相呼應的 相呼應的設計 非常棒 這個桌子 這個我們也有在那邊有看到 哦對 這個很酷 這個就是把我們所有的車型 年代的經典車款都展現出來 對啊 1899年 你看哦 這些太老了 喂 Tigua 這個Zapiro 這個我都還有印象 然後以前我叫它有一台Corsa 但是這是新的Corsa 對 哦 然後Mocca Mocca車子進來了 對 然後所以之後也還會有Granlan 跟Astra 沒錯 你看 這個風鏡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一個Visor的概念 然後它這個 這邊有一根軸 像螺盤一樣的概念 就像螺盤一樣 對 所以它有這個螺盤的十字的概念 然後又有這個風鏡的概念 對 那我們看這邊 這個是一個Mocca 1的充電座 對充電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 這個壁掛式的 這個還有呼吸燈一樣 對啊 這個充電器 這個Mocca 1 我們在德國有試過車 哇 那車子開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輕鬆 然後呢 這邊又是一個開放的架子 這個是可以展覽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有一些像是選配的部分 它就會展示在這邊 然後還有就是電視牆 它會播放我們現在的一些車款 可以讓客人直接看到它目前的就是展覽這樣子 OK 而且它這個有1 2 3 3個 對 口號吧 標語還是什麼 D-Trux不是解讀嗎 對啊 就是因為綠能嗎 我們現在都在推動電動 哦 對對對 就是不要太複雜 而且要比較環保 對 所以整個設計起來 這個我記得 那時候有講 就是說整個設計風格也是簡單化 對 不要太複雜 對 然後線條也簡潔 咦 然後再這一堆 這是車色對不對 對 我們的車色版 哦 哇 我記得它好像叫做小青蛙 對 做得很可愛 就是像那一隻一隻的青蛙 對對對 國外也是這樣子講 就覺得很酷 哦 然後這一區就是 我們的討論區 討論區 哦 Discussion 哦 就是相談式的意思 對 商談 所以可以在這邊簽約 對 然後或者是討論細節 討論細節 對 或者是客戶想要更細節的了解 其他車款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坐在這邊聊一聊這樣子 哇 這裡是 就是車子維修的時候 客人休息的階段 對 保養的時候 就可以坐在這邊 喝個咖啡 然後休息 OK 所以這個風格也是一樣 非常的簡潔 就是一個咖啡廳一樣 對 可是 在那之前 現在我們要先交車 沒錯 買車成交之後 我們去看一下 交車區域長什麼樣子 好 這邊請 走 啊 這邊就是交車區了 對 我發現它就是一個 非常獨立的一個房間 而且是開放的 它不是關在裡面 對 哦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在交車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比較需要跟客戶講解 它每個操作 那在講解操作的時候 一定是發動的狀態下 它比較清楚的 你知道裡面的功能 對對對 要發動引擎操作 然後怎麼使用 要詳細的介紹 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因為是開放空間 所以發動引擎也不用太在 不用太擔心嘛 沒錯 所以很簡單 但是其實 有它的很重要的一些思維在裡面 對 開放的空間 然後這個 成色也是簡簡單單 不要有太多這種很雜的 這種干擾 沒錯 對 所以這個交車中心這樣子是 相當不錯 那在這邊的隔壁就是 維修區了嗎 對 OK 所以這個 才剛剛開始啟用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設備 你看 非常的乾淨 然後 設備也都非常的齊全 嗯 那我如果有跟你買了車子 現在你們提供的這個保固是多少 我們的保固的話是三年或三萬公里 汽油車或是電動車都一樣 對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電動車 其實它沒有什麼 東西需要做保養的部分 所以主要的話 還是在油車的部分 對 電動車基本上 對 好像也 大概換換輪胎換換那個 對啊 OK 那所以 那你們是多久要保養一次 我們的話是一年或一萬公里 看你哪一個先到達 一年或一萬公里 就不是什麼五千公里 就得保養那一套了 對 不錯不錯不錯 那OK 我覺得應該在這個新的經銷據點 買車的服務 應該會有很好的體驗 所以 買車的時候要記得找圓圓喔 要記得找我唷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活動 去參加我今天要 跟這個很多的準車主們 相見歡笑 有點緊張 走吧 歡迎來到我們 GoGo 敬達 永康旗艦 展示器服務中心 就這一台吧 就像時光器一樣 這幾台車都是很有名氣的 你看 你連這一台車 只能注意到 它的前面就是很簡潔 就像這樣 它是一個 Modern German的 Modern German的 Modern German車系列 包含哪兩個動力 應該是汽油跟電池 請問我們的 Modern German衣純電動車 最快的充電時間 是從0到80% 要幾分鐘 30分鐘 沒這麼恭喜你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現在在帶兩個 我們的來賓 來試車 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先生 還有自稱陳先生 那後面的美女姓什麼 嗨 大家好 我是葉小姐 這是你們台南人的習慣 我是台南的陳先生 在call in節目 台南的路我不熟啦 但是我覺得 好像小綿羊特別多 這一條也是特別的塞對不對 對 這邊特別塞 在我18歲那年 那時候OPPO大概就離開 台灣十幾年了 哦 對 那時候其實年輕也沒有 去看車的一個習慣吧 那後來當初社會有工作之後 就是 又回來 這個品牌又回來 當然就想來看看 了解一下 當初沒看到這個品牌 那葉小姐呢 我對車子其實沒有很了解 可是因為家人有說 這個品牌 但我來台南 然後就想說來看一下這樣 家人有說 所以你們 爸爸媽媽還是家人 是知道這個品牌的 我跟爸爸媽媽一起來的 哦 OK 因為其實那時候在台灣 真的是蠻多人開 Astra 尤其那已經是國產車 對啊 然後因為那個 這個是歐洲的體系 的國產車 大家就覺得 哎呦 是德國車的品牌的國產車 這基本上在台灣還蠻少見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是 引起一股熱潮 而且大家對這個品牌的喜好度 那時候是不錯的哦 我覺得它的LOGO 是一個閃電的圖案 比較特別 閃電的圖案 很特別 以前就是稱為這個 來自德國的黃色閃電 所以它代表是黃色 我是覺得它的設計 其實整體看到 我覺得跟 目前台灣現在看到的車輛 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最特別的一樣 就是像風鏡一樣的 對 像護照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部分是 第一次看到車輛 目前台灣好像就說 這個品牌 有這個東西而已 對對對 就是說它的那個 視覺訴求是明確的 對 你自然而然就會覺得 很想動起來 其實它這個應該可能 未來會變成它的 主要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方向吧 以後你的 你接下來你再看那個 Grainland 還有那個Astra 你就知道了 這就是他們的 完全的家族風格 然後你注意看 它是前面這條凸起 就跟那個一樣 就是等於是我們說的 那個指南針 鑼盤 鑼盤的南北軸線 所以這很清楚很精確 這很有意思 所以你在駕駛座的方向 有時候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抓路中間 抓什麼 其實你從駕駛 你再看這個點 然後你就去對 對對看 這個點對應到的地面 大概是哪個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判斷 車頭定位的概念 只有一個基準 對一個基準線 我覺得進來之後 我覺得它的空間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我覺得坐起來還蠻舒適的 OK 我是覺得它的操控性 剛駕馭起來 試乘起來 其實我覺得它算蠻穩的 對啊 其實這個就是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還是喜歡操控的人 我應該還是去買普通的轎車 但事實上現在轎車 跟這種修駕的分界 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而且我就講 它其實這種 稍微比較偏 髮系的這種懸吊 它是柔軟西陣的 但是它的操控性 又相對的 不會亂搖晃 這一點他們在拿捏上面 算是很有他們的一套 我現在把它調到運動模式 有沒有 這個 輕輕一踩它的動力就 很明顯 快的很多 對 而且它扭力也超過24公斤米 也是很夠 以這種小車子 24公斤米扭力 多半以前都是那種 2.5NA的車的扭力 所以這種小排量的渦輪車 真的 現在做得相當好 然後你注意看 它現在 前面車子停紅燈了 這個不是我在踩的煞車 它就會幫你自動 停觸 然後我也可以調整 跟前車的車距 車距 對不對 所以這台車它Level 2 也就是標配了 對不對 它螢幕是不是比較偏向駕駛 對 它就是一個曲面有沒有 對 它就偏向我 我剛剛沒有插 不然的話它有支援 Apple CarPlay 然後還有一個小東西 我是覺得像 法系車 它最起碼音響都不會太差 法國人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很重視 不過這是德系車 但是它用的很多東西 就是走PSA的這套 我覺得這個融合真的很棒 基本上這價格 因為這價格一定是比較 考揚因素 因為小車其實在現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是非常適合 對 因為在市區工作或者是外出之類的 其實小車需求是蠻大的 對 那如果能夠配合上一些 現在新時代的一些輔助設備 或者說一些電人車 或者說在一些價格上 又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蠻好的條件 就可以購車的條件 對 對 那葉小姐你覺得 我覺得大家應該考量 都會考量到價格的問題 價格的問題 對 那你老實說 你覺得這台車的價格怎麼樣 這台車價格不是都價100 我覺得可以接受 100出走 我覺得應該是還可以的 還可以接受 對 大部分同級車也大概都這個價格 對 對不對 以歐洲進口車 德系的話 而且我就講 這台第一個 你如果跟T-Cross來比的話 這台是1.2 動力比那個1.0強 然後還有這個系統 這個是新的 這種現傳的排檔系統 這都比較新世代 好 我們也要結束今天的試乘 感謝兩位 這個踴躍答題 也參與我們的四周活動 我們也要回去展示中心 希望你們趕快再去預約 去試一下那台電動的Mokai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今天這個一日店長的小任務 也算圓滿結束 大家來的還滿踴躍的 我們在車上也討論了很多 很有趣的細節 那我終於也開到這個1.2的汽油版本 因為我在德國是試的是電動車 我們上次的影片有介紹了 那其實我覺得開起來 它還是很好開 好而且很有趣的就是 它的三個模式的差異 就跟電動版本一樣 Mokai的三個Eco Normal跟Sport 它三個模式 差異很明顯 我覺得車子就是要有這種明確化的設定 你在市區走走停停 你就切Eco模式 比較省油省電 對不對 你開起來也就舒舒服服 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讓它 很有運動味的話 你把它切到Sport 運動模式 哇那個力量就很飽和 然後呢 這個車子我覺得它的懸吊 仍然調整的還是有點法系的味道 畢竟它就是那個底盤系統 但是呢我覺得它更適當的把它 把這種德國的設計 跟我們很喜歡的法系的那種風格 很貼地的那種懸吊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 你沒有來開過的一定要試試看 看看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那這個品牌重新進來了台灣 那我今天的互動 也發現真的很多年輕朋友 比較不理解 什麼是OPPO以前的這個歷史 所以我在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去參觀德國的這個 歷史的工廠的時候 大家露出非常好奇的表情 就是說其實OPPO這個廠 真的是歷史久遠 而且在設計的創新的方面 是你不知道的 那些傳統德國車廠做的事情 好不好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Kevin 希望你喜歡這影片 幫我們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下訂閱 好不好 下回見囉 掰掰